- 。。。 - 哈囉 大家好 我是Dram 歡迎來到收看Dram G 好最近站在我的地方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裡呢是我工作開會的地方 一個隔音試鑽 現在就是早上的9點45分 算是我准备要开工的时间 诶 各位啊 买香吗 最近我的频道呢就是非常少更新影片 几乎就是一个月一直更新一次这样子的影片 原因呢是因为我这四个月里面呢 我要从礼拜一到礼拜六 从早做到晚 基本上我的休息时间都是礼拜天 每天都是Blu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 我想就是加几个系列在我的频道里面 所以我就一直想想想想 从二页呢就想到现在呢 到底要加什么系列在我的这个频道里面呢 我就想到很多个系列很多个系列里面 然后呢就记录在我这本书里面 这不是死亡迷迹嘛 然后呢里面就是记录我写的 Blu.com 故事啦其实是记录我 呃我真的想到这个频道里面的系列的一些题材 我一直都写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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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农 哇每次看同一个系列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呢 就很像你去一个海鲜餐厅 你很多海鲜都很像点 但是你只点了一条鱼 没有加虾 没有加螃蟹 没有加小菜 那一盘桌的价格 总会有新鲜感 我想了 算是三四个系列 第一个系列就是我跟那个 六月格日记的系列有点相似 但是反正它有点不一样 就是六月格日记呢 是以类似主题化为主的一个拍摄影片 就像单身狗粮啊 还有一些零食啊 零食开箱嘛 还有一些出去玩的 去哪里有地点玩的 算一个主题性的吧 所以呢我八分 然后我想八分成另外一种不一样的 系列就是除了 六月格日记以外呢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超日常 超日常系列以下 基本上就是我拍 我的影片实际下的一些生活画影片 当然是比较容易融入工作中 容易拍得到的 是 所以我想把 就是每天都可以拍摄 就因为那个呢 在生日的时候 就换了一个新的手机 而这个新的手机呢 基本上就是拍摄影片 会比较好的数字 所以就想要把这个手机呢 就用在我 呃 每次出去都会拍摄的一个器材 因为现在我用的是 CANN的DHR60D嘛 而每次呢我出外面 都是要拿着这个相机 相机就是 每天就周边周边 来 这样子拿着 而且我这个相机是有重量能力 所以不可能这样拿着 我这样呢 拍摄我的时候 都都都都都都都 然后你不看我的时候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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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所以呢 我就想要把它变成一个 非常简单的 细彩的拍摄方式 除了之外 有这个原因呢 另外一种原因就是 如果我要去餐厅里面拍摄的话 基本上 你不可能拿个DHR60D 很大的 而且还有一个麦克风 唱麦克风 都能打进去 嘿嘿嘿嘿 你看我到了这个餐厅 你看我到了这个餐厅 你要 基本上应该会大家留到 拿一个那么大的相机 精细唱歌 基本上赶快 很少会被影响 没办法 学校我的相机看起来不专业 当然呢 当然手机拍摄呢 基本上还是不过的 所以呢 最近女儿个人还找着 把一些镜头器材 放在我的手机里面 然后再把一些小小麦克风 都放在我手机里面 就是 把一些额外机箱 然后再把一些脚架 加给一个我手机 除此 这个系列里外呢 我还想加一个我的四号型系列 那就是 特色 TOKUSAZU 日本的特色英雄系列 大家都知道 日本的特色英雄系列 基本上就有 十八仙台 CAMERAIDER 还有一些 RUDRAMA 而我最拿手的英雄系列 就是 RUDRAMA 这个特色系列呢 我强了很久呢 我就把它想成三个系列 而第一个系列就是 意告分析 最近呢 我在准备着那个 2018年的 最新的 超力霸王系列 叫做 RUDRAMA ROOP 现在我正在写这张 这个超高 然后我要想 要想分析这个预告 就 基本上我最 对 这个系列是 算是有一些 资料破掉我的脑海里面 所以 应该也拿木刀武啦 我就在准备着这个预告分析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个就是 怪兽角色分析 因为在RUDRAMA系列呢 最吸引的就是 怪兽 怪兽角色的 分析呢 是 大家都 都比较喜欢的 一个 题材 所以呢 我就把它 弄成一个系列就是 怪兽大图前 这样子 算是一个 怪兽百合拳数 给大家解析一下 让大家看的比较有趣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 脑补系的就是 怪兽也是特色的 就是介绍他们的故事性 样子 背景故事 然后再讲一些脑补进去 算是比较有 逻辑性的一个系列 这个我算是 我们非常喜欢的 一个系列 目前还在策划中 所以呢 还在想这样 把它变成一个 我该讲的一个系列 虽然这个频道呢 基本上就有很多个 特色系列在 里面 不过还是希望大家呢 也喜欢我另外一个 日记还有一个 超日常的系列 就是算是策划中 目前还 也才在策划中 到底要做哪一种系列 给大家看 让大家有看的 看的有新鲜感 看的不要 开心 我好久没有拍影片了 最近 说话一直咬我死了 然后好像带不出那个 我另外一个我角色的感觉 看来我还要多联系一下 好 今天影片到这里 那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别忘了按下订阅哦 那我是任何哥哥 无关照 大叔 发生了 还是订阅的 期待 等会 请 下次见 说 不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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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